看到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 这是刚刚开幕的东京营展 遭到了大陆代表团 以拒绝出席活动要挟主办方 汉南的要求台湾代表团要更改名称 行政院长吴敦毅直斥 这是大陆代表团行为蛮横 完全不理性 总统府发言人罗志斗强 在昨天也表示了 这届的东京营展事件 严重伤害到了台湾人民的感情 不利两岸的和平发展 大陆当局应该要立刻的补救 停止打压 吴敦毅说以我方历来都是以台湾之名 应邀各参加营展 大陆要求我方冠上中国台湾 更提出了所谓的奥运模式 对此蛮横的举动 被我方代表团严正的搏斥 代表团做法是正确的